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音响技术的大草 当大家看到这款喇叭的时候 你们都知道它是来自德国的 或者有人读它做Tiddle 或者有人读它做Tiddle 不过其实它的正确德文发音应该叫做Tiddle Tiddle Audio是德国电声工程师Yang Yangsac 在1999年创立的高级音响品牌 Yang在创业之初已经打正主意 产品的制作大方向不惜工本 以最先进的设计选择最佳的物料 接着以最上乘的制作手工 和不作任何妥义的态度 来生产最高质素的音响器材 换句话说,它只是向高级音响市场进军 二十多年来,Yang一直坚持 朝着这个崇高理想的目标来发展 结果不论是Tiddle的喇叭 还是放大器 都凭着高质素的制作水准 和超卓的重播音效 先后在欧美和亚洲等地的 high-end音响市场成功打响名堂 成为不少追求极品器材 发烧油的新宠仪 Tiddle现役生产的扬声器 包括Piano, Contrifa, Sunray, Akira 和旗舰的La Absoluta 虽然Piano只是厂方的入门级产品 不过,喇叭的整体设计、单元、分音器 和声箱的用料 制作和打磨工艺 全部都可以用不识工本 和一丝不久来形容 完全是音效和美观并重的 high-end級扬声器 香港的新汉建业 在2019年下半年 成为了Tiddle Audio的中国 包括港澳地区的总代理 他们为了进一步 向发烧油推广 Tiddle扬声器的高水平制作质素 和优裕的重播音效 就特别同一样商量 设计一款 只是给新汉独家销售的 全新型号扬声器 叫做Grand Piano 并且在今年年初 正式空运来到香港面世 这对新喇叭的型号 叫做Grand Piano 自然会令人联想起 它应该是属于两路分音 三单元的Piano家族 不过当Grand Piano 送来本刊试音室的时候 才知道它是不折不扣的 三路分音 四单元的设计扬声器 严格来说 它是一对 只是略为缩水版的Contrifer 制作工艺 完全是我曾经拥有过 Contrifer的顶级水准 于是我就和Yang 以电油了解 Grand Piano的设计详程 据它表示 这款特别为新汉设计的新喇叭 其实是非常接计Contrifer 不过它身形略为尖巧 高度少了50mm 闊度少了20mm 深度也少了70mm 它因为身材较小 比较容易融入家居的聆听环境 当然售价也便宜了一些 它采用和Contrifer完全一样的 30mm鑽石阵網高音单元TAD30 以及7吋的BCC 就是Black Coat Ceramic 黑陶瓷音盘铝瓷 短音圈长瓷规的中音单元TACM170 低音单元是两只7吋的BCC 黑陶瓷音盘长充程的低音单元TACM170 Contrifer用了两只9吋的低音单元 所有单元都是Eccuton和TDAO合作的独家产品 分音器的设计同样是经过精密计算 并且采用高级别和特别订制的元件製作 包括Mundorf的电容、金属膜电阻 空气心电感器和超低阻礦的低频电感器 Gran Piano招牌式后傾声箱 当然是采用TDAO自家开发的特製板块製造 由HDF和AMDF纤维板 再加上混合大理石粉制成的特殊罪合物 再以特制的塑化阻力粘合剂以高压粘合而成 实行以软硬兼丝来达至既坚固 而有具备高阻力的特性 前杖板厚达60mm 侧板、顶板和底板都有30mm厚 所有单元和分音器都是处于独立的声室 而且加了多重的横撑加鼓 整个声箱的构造不但非常稳固 而且骸震非常少 至于TDAO明阳天下的钢琴漆打磨工艺 在Gran Piano身上同样保持最高的水准 像眼前这一对铺上非常漂亮的金字塔文桃花深木皮 而且经过多次重复的塑上厚身的聚脂钢琴漆 彻底封锅和仔细打磨的繁复 而又浪费时间的工作程序之后 出来的效果绝对是漂亮爆镜的 不但平滑如镜,光可鉴人 而且可以像照镜一样是不会变形的 技师的打磨工艺当然是无限可激 不过所有TDAO喇叭 如此落导门打上多重厚身的钢琴漆 真正作用除了很漂亮的外观之外 其实还因为密封着整个声箱 而进一步减低声箱的鞋震 而且保护着声箱的漂亮木皮 以免受外界的环境污染 温度变化和湿度的影响 令到它变形变色 Gran Piano声箱的上下半截 各有一个低音反射洞 再采用人手打磨光亮滑陋的不锈钢环 以来作修口 而且设有一个叫Aerotune的海绵塞 每声道一只是用来塞在上面 或者下面的气洞 作用可以因应房间的大小调节 低频的响影 在本行的试音室里面 我发觉不需要塞任何气洞 就表现得最自然了 Gran Piano的脚座 同样是重量级的顶班制作 每个声箱是由四支由实芯不锈钢 以CNC车制出来 而且是以人手打磨至闪亮镜面的 橫柱式的Vero Fleet 并且直接锁上在声箱底部的 10mm厚的铝合金底板 每一支Vero Fleet 都配上原厂 用不锈钢车制的平底脚钉 Gran Piano 是笔切双线分音 接线柱 选用了WBT Next Gen 0703AG的纯钻端子 左抗是四音的 央特别强调 所有TDAO的扬声器 都很容易推动 就像Gran Piano 为例 左抗永远不低于四音 输出功率大于15W 优质放大器 已经可以很轻松推动 由于TDAO 特别专注于分音器的设计 和制作 再配合顶级扬声器的单元 和精密设计的声箱 Gran Piano 非常有信心 在市场上 很难找到 另一对相同体积的扬声器 会有这么平直的频率 和高速的反应 我自己 曾经是两款TDAO喇叭的用家 当然对于产品的制作 有多高质素 我当然了言于空 本来也不应该有太大的惊喜 不过 当我看到Gran Piano的真身之后 我仍然会有一种经验的感觉 实在是让我感觉有点意外 尤其是它中等 座地喇叭的身形 是1210mm高 250mm闊 和410mm深 更加是非常适合 香港地面积不太大的聆听环境 入门指数是极高的 仔细用眼看 用手摸之后 除了它的聚支钢琴漆的涂层 没有Akira 4mm的厚身 那么夸张之外 其余木皮的漂亮 精致的上漆 和打磨工艺 声箱的开窗的边位 和安装单元的夹口 那种准确混合的程度 是完全同等超卓的 如果可以这样来衡量 同样Gran Piano的52.8mm的身价 实在是并不过分的 而且由于Akira 4mm的身上 是落足重料 所以就算看上去 它不是很大的身形 它拥有80kg的体重 绝对是份量十足的 当我在试音室 播放Daniel Hope 领导苏黎世失乐团演奏 Serenay 里面的 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 Gran Piano 是将失乐团二十多支提琴 拉奏出来的万妙琴音 重播得为肖为妙 小提琴那种娇艳贵丽 中提琴那种质感厚润 大提琴那种烟硬丰满 再加上低音提琴那种 轻描淡舍举重欲轻的演奏 所有演奏的特色和细节 都重现得非常清晰 而又充满协调感 音乐旋律的起伏跌档 流畅到不得了 绿音场地 ZKO音乐厅 那种宽大的空间感 也重现得非常真实 整首小夜曲的四个乐章 一会儿就播完 音乐的感染力 实际是非常强的 当我转听较为大型的曲目 好像美国指挥家 Jerry Junkin 领导 达拉斯管乐团演奏 《里刹斯特努斯》里面的 Festival Intradar 这个是加上管风琴演奏的作品 绿音场地是著名的 麦耶森交响乐中心 绿音师是 Reference Recording的生招牌 Johnson教授 C dope C dope C dop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令人不禁肅然喜劲,深受感动 Gran Piano 重播管风琴的超低频 各种童馆乐器的不同音色和金属质感 演奏的强弱对比,以及不同位置和层次感 以及音乐厅的风满唐音 Gran Piano 播得非常生动流畅 有极高的象征度 弱音处微弱清风吹忽,却又清晰可闻 完全没有半点遗漏 爆棚处声威力慢,又有如万马奔横 并没有半点牵强 彭白的乐音填望整个试音室的每一寸空间 音效是绝对令人赞叹的 在本刊试音室听了Gran Piano 好一段日子 就算我现在使用Tidale的Akira 我仍然对这款新喇叭有一定程度的惊喜 那种接近零瑕疵的顶级制作手工是其一 它超凡脱续的清晰,通透细致的重播音效 人声和乐器的线条勾画得剔透玲珑 大场面的爆牌乐章和强大的震撼力 大动态和大音压的优异控制力 以及对付庞大推动力的控制制语 都令我非常满意 相信如果这对喇叭是煲够的话 靓声的程度肯定会有再进一步的提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